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Linux视频教程 在屏幕上有我们的联系方式 在收看此教程的时候 如果你有一些问题 可以关注我和沈超老师的微博 或者到我们兄弟联的技术论坛里面 和我们来做技术方面的一个交流和探讨 对 没错 本章我们继续来讲Linux系统安装 今天是第四小级远程东路管理工具 那么经过前面的学习 我们已经学会了使用vmware软件 而且把比较不太容易理解的系统分区 我们也已经讲完了 Linux系统安装我们已经也装好了 那现在我们可能在真正的试试过程当中 不管是管理等级的讯机 还是管理远程的服务器 都不太喜欢在计算机上直接做操作 而都是用一种远程登陆管理的方式 那这种工具管理登陆管理 最大的方便之处就是说什么 你的Windows当中不需要装一个Linux 也就是说不需要装讯机 就用这个工具就可以直接管理你的远程 远程的这个服务器 所以还是非常方便 那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这个远程登陆管理工具的使用方法 咱在学习之前 首先我们第一把网络能够连接上的 对 那我们要学会这个东西 首先我们就说 先要让我们既然是远程工具 那首先网带通才可以 那这个讯机网络配置里 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 它里面其实自带了这样一些配置方法 配置方法 那我们还是打开讯机 来看一下 在讯机设置里面会出现网络连接 网络连接里面默认有这样三种方式 加一个自定义 这是好像初学者比较难于理解的一个地方 对 这里面主要是乔接 Net和House only 四个这样的选择 我们先来说乔接 如果他选择的是乔接 那么说明你的讯机是利用你的真实网卡 我们打开看 我们的讯机 我当前讯息有两个真实网卡 一个是本地的有线连接 另外一个是本地的无线连接 那么装完讯机之后会出现两块虚拟网卡 一个是VMNET 1 另外一个是VMNET 8 那么如果我的讯机里面选择的是乔接 它代表你的讯机会利用你的真正的这个真实网卡 跟你的当前的这个真实计算机进行通信 它的好处是配置简单 只要选择接 同时你的讯机设置跟你真实的Windows 同一个网段的IP地址 它就可以在讯机和真实机之间直接通信 而且还有个好处就是 不光可以和你的真实机通信 局域网内如果还有同网段的其他计算机 它也可以直接访问 但是有点坏处 坏处是它需要占用你的网段的一个IP 如果你是在学校或者教室家里头一个人用 这个问题不大 但是在我们的教室里面 可能很多同学同时学习 这时候就会经常出现IP地址冲突 这就是桥接的作用 那如果是选择Net或者HouseEnerly呢 它指的是你的讯机是通过 如果选择的是Net 你的选择机是通过Vamnet8这块假网卡 跟你的真实机通信 选择出来的网卡 如果选择的是HouseEnerly 它代表你的选择机是通过Vamnet1这块假网卡 跟你的真实机通信 它跟桥接的这个区别主要是 桥接是利用了真实网卡 所以不光能跟你的选择机 不光能和你自己的真实机通信 还能和局域网内其他的同网段的计算机通信 也就是说选择机 你的Linux就跟一台真的电脑一样 真正的一台独立的计算机 但是如果选择的是HouseEnerly或者Net 它的区别是 你的选择机只能和你的真实机通信 跟你的局域网内其他计算机就不能再进行通信了 但是它还有一点好处就是 它不用占用你真实网段的IP地址 但是HouseEnerly和Net之间也有一点小区别 HouseEnerly看这个字面意思就已经能看到 它的意思就是仅能和我的本机通信 如果选择HouseEnerly 选择机只能和真实机通信 但是如果选择NOT 你的选择机只能和本机通信的基础之上 如果你的真实机能够访问互联网 你的选择机也可以正确的访问互联网 这就是它的区别 那我们先演示 我们现在因为没有插网线 所以我们就先演示一下 如果选择HouseEnerly 如果让我的真实机和虚拟机通信 好吧 那我这里选HouseEnerly 确定 确定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HouseEnerly 我们说HouseEnerly是跟Wabonet1进行通信 那就是需要看一下你的Wabonet1的网络属性 这块虚拟网卡会给我的虚拟机 自动的分配一个假网段的IP 要看一下它的网段 保证Linux 讯息里面Linux 跟这个网段相同的 对 要不然不在同一个网段 这个就没有办法来进行通信 对 我的这个虚拟网段是118 大家的可能不一定 这是安装讯息的时候 它自动检测的 找一个没人用的网段 然后可以它分配就可以了 所以要看一下 对 那所以要看一下 我现在看到了 我们的Wabonet1是这个118 那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 登录我们的Linux讯息 昨天我们已经说过了 Linux的管理员是Root 不要给我敲Administrator 曾经我有过一次 我们培训一个学员 一个月的课上了20天了 到最后有一天问我说 超哥 我怎么登不进去了 我说你登录我看 他就给我坐在敲 我都快进去 而且搞不好还拼错了 对我还 我真的就运过去了 好了 那这个是 然后输入输入Root的密码 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讯息啊 是没有任何网络IP地址配置的 那么IP的具体的配置方式 我们后再后面来讲 之后再来给大家介绍 对 那今天呢 我们说一个相对来说 较为简单的配置方法 利用IFT的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看着有点眼熟 可能有的同学 在听这个讲座的时候 在查看Windows IP地址 曾经在DOS下面 敲过一个类似的命令 没错 只差一个字母 对 叫IPconfig 对对对对 在DOS当中呢 使用的命令是IPconfig 这个IP意思就应该是 IP otherwise 就IP地址 IP地址 这个F呢 大家要想好记 那么F指的是interface 也就是网卡 网卡的意思 那么这个命令啊 它的初始特征 就是说你什么都不 跟直接回车 是查询一下 我当前的网卡信息 当前计算机啊 有这样一块网卡 叫做LO 叫回环网卡 LO是路破Bike的 这样一个简写 它代表的是 本机回环网卡 它的IP地址是 127.0.0.1 这个应该是 所有的操作系统都有的 那么主要是用来做 这个本机通信和测试的 对 这样的一个地址 对 这个网卡呢 任何一台计算机 包括我们一些路由器啊 配置那个交换机啊 全都存在 对 它代表我本机 它的这个神情之处就是 不需要插网线 就可以拼通我自己 对 你甚至没有网卡 一样的也是可以拼得通的 所以它对我们来讲 没有什么太多的印度 对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没有任何一块可用网卡 对 那在前面 我们已经说过了 我们要用ifconfig 来配网卡的时候 给它配个IP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 我们的linux当中 所有的硬件都是文件 那既然是文件 就要有文件名 那描述我们分区的文件名 就是DV下的SDE SDE 这样的方式 那描述我们的网卡的文件名 就是ETH6 ETH1 Ethernet 0表示第一个 在计算机里面 也符合我们计算机的 这个习惯 使用的习惯 对 那如果我有两块网卡 第一块网卡 就是ETH0 第二块网卡 就是ETH1 一次类推 那现在我们的讯机 我们的讯机 我们可以看一下 点开设置 能看到就一块网卡 对 只有一块 所以我们就给ETH0 分配一个IP地址 后面只要写入 好吧 那么这个地址 必须要跟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VMnet1里面的 那个IP地址 是同一个网站的 对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 需要给它来分配一个IP 11.2 168 刚刚我们是118 118.2 刚刚的那个VMnet1 就是1 那我们就给它给2 回撤 好了 再来查看 就会发现 已经设置一块 我们的ETH0 生效了 它是一个 Ethernet 也就是以太网的网卡类型 它的印加地址 是这样的 16精致的 老师位 也就是网卡上面的 这个 写在ROM里面的地址 麦克地址 我们也叫做 那么它的IP地址 其实这个东西输出非常多 我们主要看的就是这个地方 IP 其他的我们之后 再讲解到的时候再说 对 目前来看 已经生效了 这个时候 我们只要拿Windows 随便用它的虚拟终端 来拼一下这个计算机 168 118 118.2 大家会发现 如果得到这样的一个 ICMP的这样的一个 请求包 请求硬达包 那么就证明了我们这个网络设置已经成功了 现在就可以直接用远程工具来连接了 那我们还要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是有网线的情况怎么办 但是这个沈超老师没插网线呢 这个我们沈超老师把网线找一找 这个跟节操一样 这东西都得找的 这个沈超老师经常丢 那节操也丢 是网线也丢的 所以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在沈超老师把节操和网线找到以后 我们再来演示一下 如果你是在一个网络环境里面 有网线连接的情况下 有网络连接的情况下 这个VMAR要如何设置 好 那我们赶紧把节操 不 把网线插上 我就说非常神奇 没有插网线也能实现网络通信 对 这就是House only和Net的最大的好处 我们在一些家庭环境 我们可能确实没有网络环境的情况下 就像我这样的没有网线 那么但是我也可以玩一个网络的这样的环境的测试 所以说这是虚拟机非常方便 好了 那我现在插着网线 那这个时候使用这个House only或者Net的话 就不是太方便了 我们可能使用的更多的就是这个桥接了 那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只要做一下更改 把你的网卡选择成为桥接 然后剪辑确定 当然也同样啊 注意这个勾你连接 我说了跟光绪一样 这块如果不打勾 相当于我们都东西 这个网卡就参业 确定 现在呢 现在要确定的是 我的Windows的IP地址了 也就是说需要确定我的真实网卡 那我还是用这个图形接面吧 我们同学更习惯的 这块没时间 稍等有点慢 好 稍等 是刷新的原因吗 哦 我们看一下它的IP地址设置 那么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图标刷新的原因 我们可以先测试一下 对 看一下是不是网络依然可以联通 那我的真实机的这个有线网卡的这个网段 是一网段 那这个时候 因为选择了 虚拟机已经选择了条件 嗯 所以呢 因为它已经选择了条件 所以 我的这个IP地址网段 不能再是118 而要利用刚刚这条命令 把它改成 跟Windows一个网段的IP地址 跟我的真实机的这个网段 是一个网段的 假设 我的真实机是155 那我们就设成150 回车 稍等 然后再来查询 看IP就生效了 对 这个时候 我们去可以测试一下 是不是刚刚是真的网不通 还是我们的图标的问题 这个还是 沈超老师节操掉了以后 可能还是有点问题的 看来还真是图标的问题 还真是节操 不图标的问题 好吧 您跟光记的节操 我这个主要是节操感比较强的 好吧 那现在看 那我们现在这两台真实机和虚拟机的通信 也没有问题 对 那 那这里面呢 我们再补充一点 那么沈超老师 我们先回到刚才Linux的一个界面呢 看到这个ifconfig的这个命令 那么这个命令呢 我们要跟大家再补充一点注意 这个更改IP地址 更改完以后只是临时生效 对 一旦如果我们重新启动电脑 做这样类似的操作 这个IP地址的设置实际上是会丢失的 对 那么我们后面呢 会在给大家讲解网络设置的时候 跟大家讲 我们要想永久改变IP地址 需要改变它的配置文件中的IP设置 对 很多Linux的操作都是这样 必须改变它配置文件里面的选项 才能永久生效 对 那么我们现在呢 这是一个应该说简易的方法 但是记住 从其以后 IP地址会丢失的 对 那Linux都有这个特征 要想永久生效 要写入相应的配置文件 对 如果是用命令的话 多数是在内存当中临时生效 那这种方法更简单 所以我们暂时性的 因为我们刚接触Linux 什么命令都还没有取 对 我们只是先知道 这是更改IP地址的一个临时的方法 对 那沈超老师 接下来给我们演示一下 既然网络可以通的话 那怎么样用Windows的远程工具 来连接这个Linux 好吧 明哥比较信急 但是在这之前 我还要给大家强调一点问题 是在虚拟机里 如果我们有些情况下出现了 我选择了桥接 而且我的Linux确实也设了 和Windows同一个网络的计算机 它还是没有通信的 这种情况 其实这个原因也不复杂 因为很简单 我们有两个真实网卡 主要对底级本来讲 一个是有限的 另外一个是无线网卡 那就把无线网卡先暂停掉 这样也可以 没问题 但是相对来说 可能比较麻烦 但是呢 讯极是自带着这样一个选择工具的 我们点击编辑 点击讯极网络编辑器 打开它 大家会发现 看 桥接连接的是Webnet的零 Houseonly连接的是Webnet的零 Net连接的是Webnet的零 如果选择桥接 看它这里默认是自动选择桥接到哪一块 那它就有可能 我现在是有限通信 但是它桥接到了无线上 那这个时候就 就算我的讯息 配了桥接 我的Linux的IP地址 跟真实机的IP在同一个网络 也有可能不同信 那这时候很简单 手工调整一下 我既然是插的有线 那我们就让它桥接到有线就可以了 那么无线有一个特征 它这个英文单词标记了 它是无线的 只要写这个单词 都是我们的无线网卡 那么大家就可以很轻易的区分 如果像刚刚一样 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那么不需要改这个东西 万一出现了 我设了桥接 还是不行 那就是这个原因 大家可以在这里进行修复 好 那我们就可以来看看我们的 我们就可以来看看我们的 这块幻灯片我也写了 这个 在这个地方 在这里调节 你调节 所以如果是像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案例的网络连接 如果你实验未随的话 那么可以按照我们这样的一个方法 再尝试一下 没错 没错 好了 这是在幻灯片里 保存了我们这个配置Linux IP的 这样一个命令 ifconfig 对 怕大家刚学不容易记下来 因为有很多人还容易敲IPconfig的 对没错 那接下来我们说 既然网配成了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为了去讲这样的远程工具 那么Linux当中 远程连接工具其实非常多 对 非常的多 但是不管用哪一种 它的根本目的都是一样的 其实也就是说 不管用哪一个 只要你能连上你Linux服务器 就足够了 对 那这里呢 超哥可能更习惯于使用Sycrate CRT 这样一个比较古老 或者说比较 功能也很强大 对 比较知名的这样一个远程工具 是技术人员呢 这个居家旅行必备的一个远程连接工具 对 就差杀人灭口了 好的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Windows小软件 所以安装过程呢 我们就不做演示了 对 那么它执行的时候 是这样 双击 这里啊 超哥已经管理过一些服务器了 所以打开是这样的 那默认情况下打开 这里是应该是这样的 什么都没有 没关系 只要点击连接 就会看到这个界面 嗯 然后呢 想要定义你的连接的Linux服务器 只要点击这里 像闪电一样的 嗯 Quick Connect 快速连接 点开它 在这里输入你的Linux的IP地址 嗯 那其他的这些东西 我们后面的学习过程当中再解释 现在我们先会用 嗯 那 在hostname里面输入我们要连接的虚拟机里面 Linux服务器的IP地址 我们刚刚给我们的虚拟机新设的IP是1.156 对吧 然后还需要设置一个是吧 user name 设置你登录的一个用户名 对 那么这里面好像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 就是有的Linux版本里面 默认是禁止root直接远程登录的 对 那么你可能要创建一个普通用户才登录 对 但是呢 在central s里面是可以的 对 所以呢 这个我们直接敲root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没错 我们在生产服务器上 也并不推荐大家直接用路程登录 原因很简单 Linux的这个root呀 我昨天说了 这就是superman 宁哥说 不差穿外面 宁哥每次都说不差穿外面 那他太恐怖了 他的权限过高 我们Linux当中的基本权限 对root都没有任何限制 那一旦是碰到一个不熟练的观点源 比如说初学者 那么他的危害性 可能远比远程攻击的这种 黑色力量造出的损害还要大 所以Linux还是说建议大家 包括我们也建议大家 尽量不要用root直接登录 当我们出现发现 普通用户不能使用的时候 再切换成root 对 这个后期我们也还会再跟大家 在一些操作里面有一些讲解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是学习阶段 普通用户很多功能都不能实现 那在学习的时候 还是只能使用root 好了 那就他了 然后点击连接 点击connect 他会问你 真的还是这个 真的要连接 还是不连接离次 还是连接拥有 我们选择这个连接 选择带save来保存 接受并保存 对 那他这个真正传的是什么 我们后面再说 那现在我们选连接与保存 然后输入我们的昨天安装linux的时候 设置的这个密码 当然超过了密码 不遵守密码原则 123456 那就这样吧 本来我还想看看键盘 看看你输什么 因为你在输密码的时候 也注意 不要在旁边有一些人在看你的时候 输密码 人家会看出来你的密码 对 没错 我们说真正的这种 造成这种数据丢失 可能这个社会工程学 我们就说 比如说 我把你绑起来 拿把刀子拷问 说密码 这种丢失密码的可能性 远要比通过这种技术手段 得到的密码的可能性 比较大 所以这个事情也要注意 好了 那看看是否可以连接 连接 OK 就可以登录成功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登录的骑士界面 其实跟我们的linux 本级的骑士界面 是完全一样 非常非常像 对 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linux的提示符 那这个提示符呢 具体的作用呢 我们后面讲命令的时候 再来说 那现在呢 其实我们的连接 就已经正常生效了 在这连接里面 敲任何一个命令 就跟在本机敲是一样的 不管是关机还是重启 当然关机和重启 这个实验有点 这个不太适合去做的 对 那么我们可以敲 比如说查询 IP地址的命令 比如说刚刚的 F-Config的命令 就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虽然这个是用的 我们本机的windows 和这个讯息的linux连接 但实际上呢 就算我们今天是在北京 有这样的一个linux服务器 你在上海 甚至你在美国连接 也是同样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人间工具非常方便 但是我们的初学者 包括我们的学员 最容易犯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用这个东西 管理这个讯息 管理惯了 管理真实服务器的时候 界面完全一样 界面完全一样 他的潜意识当中 就认为这东西是讯息 有快照 所以他就想怎么玩 就怎么玩 这个东西要注意 然后远程连接的时候 切记不要做一些操作 如果要谨慎 比如说关机从起改IP地址 对啊 都应该要小心 你改了IP地址 就会断开连接 这个连接肯定会断点 对没错 那么这个连接 工具就是这样 非常方便 但是啊 因为我们linux安装的时候 选择的是中文安装 那么就会发现 可能有部分命令 会出现乱码 那df命令 我们后面说 我们现在只看这个乱码 其实df命令很简单 它就是看我们分区 就像windows 打开我的电脑一样 跟分区的使用率 看占了多大的空间率 但是这个中文是浪码 对 那这个远程工具啊 现在也非常智能 它支持一种编码调整 那我们来看看远程工具 如何让它支持中文 选择opension 在这里有一个sessionopension 也就是连接选项 打开它 在这里有这个 中端 中端当中 有这个外观选择 外观选择这里呢 其实是按照个人习惯的 你选什么都无所谓 超哥更习惯于选linus 就跟linus 如果选了linus 就跟你的linus 本机界面看起来 这个操作的效果是一样的 完全看个人习惯 这个习惯 这后面的意思 有勾 就是支持颜色 对 如果没有打这个勾 就是不支持颜色 那我们得先选上勾 看看颜色有什么 待会儿 然后呢 在这里选择连接的时候 在这块连接的这个默认的他这种选择规则 在这里选择traditional 传统规则 选择传奇声闹 其实这个也是按照个人习惯 那显示的这个配色呀什么 对对对 更加可能符合习惯 对 但是调整编码 关键在这里 选择编辑 而不是这 选择字体 选错了 选择编辑 选择字体 在字体里面 选择任意一个中文字体 比如说我们看新诵题比较习惯 注意要选中文字体 因为只有在中文字体里面 才会有中国的这种 Gb232 国标的这种 字符机存在 然后大小这个东西就随便 根据需要了 我个人习惯这样 那叫他 确定之后 给你的编码机 注意在这里选择国标 UTF考法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改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字体 选择任意一个中文字体 在中文字体里面 字符机选择Gb232 然后把编码机 调整成为国企编码 UTF考法 这样的话 剪辑确定 好了 我们就会发现 这块怎么还是乱码 很简单 没有刷新 是吧 清一下屏 DF再执行一下 就会发现 这个世界变得 好像很容易懂了 很美好 是吧 世界很美好 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远程工具的使用 这是很多新手 很困惑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死会看不懂的乱码 那就用刚才 审查老师的方法来解决 如果我们 Linux采用的是英文桩 可能默认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但是呢 我们说了 英文桩也有 英文桩 英文桩就会显示英文了 英文桩的话 就是如果需要挺多中文 我们后续需要 首先调整自己 很讨厌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用中文 但是现在可以完美 包括用中文 好了 那么 我们这个远程连接工具 当然在画面上 也做了这样一个截图 怎么调整 当然 画面上是中文的 这个是英文的 我们说这个工具非常简单 中文英文问题不大 也推荐大家 还是尽量使用英文 用的多了 慢慢慢慢就行了 就跟学英语一样的吧 尽量要融入这个环境 你才能慢慢越来越熟悉 对对对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远程工具 给大家推荐呢 我们还需要再介绍 另外一个工具 叫做Win SCP 那Win呢 就是Windows缩写 SCP呢 是Linux当中 一个远程备生命令 那个SCP呢 主要是用在Linux和Linux之间 进行数据拷贝 非常方便 也非常安全 那Windows看 这不行啊 你们俩哥们玩不带我 那哪行啊 我也开发一个工具 才对他给他起了个名字 叫做WinSCP 这个工具呢 就是实现Windows和Linux之间 进行数据拷贝 而且非常方便 也很简单 我们看看这个工具的使用 也就是说 如果现在我想把一个 我Windows里面的 这样的软件或者文档 拷贝到Linux里面 可以使用这个工具 对 或者说把Linux当中 拷贝到Windows上当中 也一样 都是一样的 这个工具很简单 安装也比较简单 安装也比较简单 双击它 双击它 然后呢 打开之后呢 就是这样一个绘画线面 绘画线面 跟我的这个后面的这个 有点重叠啊 那我们还是 哎 好吧 就它吧 好好好 然后呢 这里有我原先已经连过的两个计算机 现在我们的新的计算机的IP是192.168.1.156 那我们只要紧急新建 在这里输入Linux的IP地址 在这里输入用户名 这个密码是直接在这里面就要输入了 那跟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软件 在登陆后再输入是不一样的 对 在这里直接输入密码 然后可以点击保存 保存就会把刚刚这个界面保存到这里 以后再来使用 或者只点击登陆 就是只用一次 那我们保存下来 它又说给你保存的东西起个名字 默认 行了 1.156就在这 好 那可以试一下 点击登陆 那你真的与否 跟刚刚那个远程工具的这个作用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只能选择是 好 还需要我再输入一遍Root的密码 好了 大家会发现 非常方便 这个工具 左边是Windows 右边是Linux 需要用什么东西 比如说这个安装日志 我想考过来 Linux倒点蜡子 直接拖过来 选择复制 如果需要把这里面的某一个文件拖过来 直接点复制 就可以来回拖转 非常简单 非常方便 这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里面 如果想在Windows和Linux之间进行文件传输 那最简单 最好用的一个方法 而且还非常安全 对 因为它是数据传输加密的 对 还是非常安全 所以这个工具 我们可能需要经常性的使用 当然这种工具也非常多 我们还是只是推荐一个比较常见的 这样一个工具 所以这次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远程连接管理的时候 一个是命令行来远程操作Linux服务器的一个工具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如果想在Windows和Linux 跨系统之间拷贝文件的一个工具 那么还有一个呢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如果我们在远程连接的时候 那你觉得自幅界面呢 可能是我们最主要最常用的一种使用方式 但是确实是也可以像Windows一样 我们可以图形的远程控制 虽然呢 我们并不推荐大家使用这种方法 但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想尝试 或者想用这种方法 试试看的一个想法的话 那么你可以使用Linux 本身有一个自带软件叫VNC 你只要在你的客户端Windows上 再装一个VNC的一个客户端的版本 就可以很方便的用图形界面 来远程管理Linux 甚至用更专业的一些工具 像X Manager 那么就可以实现图形化的远程管理Linux 没错 只是我们这个东西 不符合生产服务器的习惯 我们就不再演示了 其实很少有人这样去 对对对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今天呢 是讲了系统安装章节当中的 这个第四小节远程连接工具 主要讲的几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是 我们如何让我们的Linux 竣机和真实机进行通信 那这里面呢 我们推荐大家使用桥接 更为简单 但是如果在我使用桥接不太方便的情况下 那么可以考虑Hausenley或者Net 然后呢 我们又讲了一下远程的远程管理工具 Secret CRT 然后最后讲了一下 我们的VNICP的远程复制数据工具 那今天的课程就是这样 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汐车Linux》微信功能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SayaSayaICK FirstLinux 电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